香港影地梁朝偉 神傳灰色西外 現身慈善獎玄金宣傳活動 當發言人的他 還自套藥包捐出三百萬 吉一幅水墨畫作 其實仍是休假狀態 才剛去德國拍完電影 梁朝偉放假中不忘行善 當然太太劉嘉玲也陪伴出席 只是劉嘉玲最近忙著十二月的舞台劇 四十場的演出會橫跨聖誕即新年 兩人今年恐怕沒辦法滑雪度假了 梁朝偉也說相當期待劉嘉玲 與對手演員黃子華的火花 也肯定會到場支持 有沒有跟他研究劇本 或者跟他對戲 沒有 他們有演員 彩排的 不用我跟他對 有沒有興趣 有沒有聽見 我沒有興趣 為什麼 暫時沒有 舞台劇反映熱烈 門票開賣時 有近三十萬人湧入搶票 劉嘉玲則探言自己很有壓力 我想他很適合 他常去跑步 一點都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劉嘉玲 黃子華分別飾演離婚 專門律師 有不少離奇有趣的故事 也讓大家期待 影后的演出 TVBS新聞 林玉舟宏廷 太寶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